是台灣之光嘛 自身媒體人趙紹康 護航歐陽娜娜 居然拿愛國藝人鄧麗君相比 像我們當年鄧麗君 對不對 鄧麗君 這台灣的光榮 周遇寇爆棄開罵 趙紹康老婚庸了嗎 不倫不類 還說鄧麗君最了不起的記錄 是生前從不被統戰 沒去過中國 台灣真是個不幸大 忘了花藥到回藏開了 我和我的祖國 一刻也不能分割 撇開歌藝技巧不談 鄧麗君生前紅聘還內外 但只順日本香港唱台灣愛國歌 而歐陽娜娜一開始 就選定中國市場 還要在中共十一國慶 大唱我的祖國 鄧麗君那裡 我覺得這完全無法比 南韓的藝人炫耀好了 今天去了北韓 金聲恩主持的國慶晚會 唱北韓的國歌 你看南韓人說的包丁 回顧過去 鄧麗君是台灣近代 烙君次數最多的歌手 更曾創下烙君一整個月的紀錄 被封永遠的軍中情人 80年代宏吉時的他 歌藝烙君曾到金門最前線 陸下對中共興戰廣播 我也希望在大陸的同胞 也可以跟我們享受到一樣的民族 鄧麗君一生堅持反共 老軍不領酬勞 卻被趙少康拿來跟大賺人民幣的 歐陽娜娜比 台灣音樂人看不下去 畢竟兩人實在天差地遠 三立新聞李政道中 您台北報導 風格 負刁